今天是8月2日 農曆6月16日 以祭祀、栽種和捕捉 最旺的生肖就是蛇 因為你們桃花旺 桃花運急升 單身人士今天迎來表白的好時機 不要想那麼多 快點行動吧 楊善搖姐楊昌娜就可以在宿舍 有名字叫最強繼母 明顯家庭生活 開心美滿 都不需要跟別人表白 但難免有人跟她示愛 45歲的楊卓南一向維持得很好 無論是身材還是外表 都完全沒有走樣 最近還頻頻派福你 才是一部水絕相 看了事業線和香肩 之後出席飯局 又穿著一件通通透視感覺的白色裙 黑色內衣若隱若現 看起來青春柔性感 網民還說最凍靈一定是她 窗拿漂亮都敢 一定很多狂風浪跌 熟後的人今天都很棒 頭腦清晰判斷力強 工作如魚得水 馬上聽到今天星座運程 今天的幸運星是 雙子座 你們的運勢好到極 要趁機做多些好事 那就活得有意義了 台灣男星黃大陸就是雙子座 早前經傳她和女友蔡卓宜分手 兩個在社交平台互相取消關注對方 亦都沒有回應分手傳聞 明明經常很高調地放閃 又會這麼突然都有 不過不要緊了 黃大陸你今天就要放下這個感情事 去做義工幫幫人 說明做多些好事 生活就更加有意義 你一定會更開心 白羊座的人 今天健康運最強 保持心境平和 身體就會好 今天到我考大家草藥題 到底哪種草藥才是真的呢 A 沙塵花 B 牙刷草 C 焦跡葉 給大家想一下時間 答案是 B 牙刷草 可以清熱解毒 活血虛魚 她的樣子是不是真的像牙刷一樣 可能真的用來刷牙 不用管她 她是亂說的 大家不要聽她說 明天見啦 Bye Bye